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屏东潮州2日凌晨1点与3点连续发生两起刑案,总共造成二死三伤,警方调查后发现两起刑案有关联,其因是男女胆情纠纷所致,双方人马相约加油站谈判,其中23岁海军陆战队县兵和盛文开车行径时遭无人,不幸被枪杀身亡。 河南母亲难过的在脸书PO文妈妈心里很痛很痛,本报报道,这两起案件全是因为一名银姓男子不满女友要分手,不但将银姓女友欧伤海墙拍裸照,引起银女友人不满,两派人马便相约2日凌晨1点在潮州镇延平路上的中游加油站谈判,拼输赢, 结果李女那方一名黄姓男子遭围欧受重伤,2日晚间7点宣告不致身亡,事后双方又相约同日凌晨3点在屏东潮州镇延平路上亚伯加油站谈判, 何盛文刚好开车行经此处,遭李女那方有人误认是银男的车辆,大伙拦车后直接开枪射杀,最后何盛文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致,综合媒体报道,何盛文的母亲在得知儿子身亡原因后,难过的在脸书写下破案了, 谢谢大家的关心,儿子你死得很冤枉,妈妈心里很痛很痛,军营里的同袍文讯也很不舍,太冤枉了, 阿文平常这么乖,怎么放两天嫁回来就出事,凶贤太残忍,对于何盛文不幸身亡都感到悲痛不已。